好兄英雄峰社区有著要提起家屬 注意行車的安全是將近各白跟人形雕像來做結合 也將社区裡面做了很多可愛的雕像 讓人看到心情都變好 現在就帶大家回來看看 在好兄環環環的旁邊 就有一個街人拿到一個盤子 鄉索一看原來是提起家屬人 要修行家屬的驚喜白 好兄英雄峰社区有著要提起家屬 要注意行車的安全 是法律家屬跟金石牌用阿嬤圖做的雕像做結合 讓這金石牌可以更明顯 因為我們這個社区的設計 有一個李耀祖老先生 他對這個泥雕很有興趣 因為他願意要出來 為我們社区做一款泥雕 讓這個來拿錢過路的人 在這個彎路要小心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說 一邊做招呼的 一邊做小姐 來提起這個過路的人 來維持這個交通安全 讓這個社区更生動的 更有一個創意的 如果是金石牌的社区來還做了很多 很趣的雕像 有勸告的阿伯 做新古墟的樓上 社区的基民看到 大家是都一直在學了 他的路腳做的 我們阿伯做的很生動 然後他這個 他做起來本來就做三隻 可是三隻就覺得好像有點單調 所以我們就大家建議他做了兩隻 所以就做了一個陸的家族 都看起來感覺都還不錯 主張用了這個已經失敗了 超好的事件是民間的便宜 社区裡面也來了很多人 要來跟這條最適合 過的陽光社区的環境也變得更舒適 新中華新聞 創中親 好親蔡翁報導